联盟大事球场风云 跟着尤尼哥看看NBA到底发生了哪些趣事 比赛开始 农眉哥戴维斯率先在篮下转身抛投打进 紧接着给詹姆斯做好抓实掩护 老詹迅速讲了一次空接爆扣 而自己抓住篮下机会也是一个抛投 出色手感放入篮筐 又在反击中抢弹对手 里福斯传球助攻拉塞尔三分再中 不过DVD很快破局 借掩护三分直中把星 布里奇斯也一盏长臂源特色 接球三分一气合成 替补登场的托马斯更是迅速分球 资格篮下起飞直接隔扣对手 不过胡人也能一键启动的三分模式 普林斯拉塞尔纷纷架起跑 他还为胡人创造良好空间 农眉哥吸引标家詹姆斯空切 招牌战俘Pico送上 里福斯又为范德彪基地传球 彪哥今天也能得分了 进入第二节 胡人旧将朗尼沃克率先为篮网得分 拉塞尔延续最近火热手感抛头得分 不过缺少农眉又被赵四篮下完成空接 不料詹姆斯今日手感火热 一左一右连续两局三分球 迅速拉开比分 幸好篮网今天同样外线火热 借着连续三分球 这才维持着比赛悬念 奈何农眉始终没办法解决 内线要位欲欲求 自虐篮下堪称新时代的野兽 依然是靠着出色的三分手感 篮网始终将自己留在比赛中 靠着托马斯压少的高难度抛头 甚至缩小了分差 一边在战 戴维斯首先亮出中距离投射 又强硬收下后场篮板 长臂一甩 由詹姆斯迅速快下完成起飞上篮 只是布鲁克林第三节突然发疯 布里奇斯外线也是火力全开 而上半场被压制的赵四 也只找到状态 刚刚反扣完成 又反击条龙 绣出欧洲布 将农眉当作背景板 所幸李福斯奋不顾身 冲在最前线 这才结束了胡人的得分慌 然而防守端仍然无法限制篮网 DVD刚刚爆发 布里奇斯又继续给赵四 做球完成爆扣 随着托马斯 颜色李福斯的一记三加一 篮网彻底压住了胡人势头 幸运的是 胡人一种铁匠 今日也能完成三分进球 这才没被篮网彻底拉开比分 然而胡人仍然没有找到办法 限制篮网进攻波 又被对手打出了一次得分高潮 所幸第四节持续冲击对手篮下 勉强维持着球迷的期待 然而篮网的外线到了第四节 没能降温 史密斯刚刚敌脚三分命中 托马斯又在外线单挑战姆斯 上演高难度干把三分 紧接着赵四抢端一条龙 这次变成了他给约翰逊 送上的空接大兵 胡人换上替补后 宣告投降 好了 今天的游泥哥说球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